Len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no 今天要來看哥德仁對戰 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MBL跟Jordan的一個對戰 這場也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那最近喔 西班牙不知道為什麼 非常的多 感覺喔 大家好像是為了大賽 想要找一下以前的戰法 拿來使用 畢竟以前西班牙人的這個 西增增幅打法 非常的夯 而且非常的難產 總體而言 在以前的Meta上 西班牙人一直都是一個強權文明 就來看一下這場的比賽吧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紅色 紅色是這位哥德仁 哥德仁的話 最大特色 這個超級折扣的步兵單位 步兵單位可以到地王時代有六五折的優惠 基本上你產個三隻 產個四隻 送你兩隻 大概是這樣子 基本上可以直接這樣換算 好 那本身哥德仁呢 他的一個經濟來說 其實並不是太好 因為他的經濟加成 可以有 可以說是沒有的 所以哥德仁要到後期啊 才會有這個折扣加成強大的能力的感覺 好 前期來說的話 資源是蠻吃緊的 所以哥德在前期喔 很容易比較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況 比較容易需要大量的防守 然後盡可能的農出自己的經濟 好 那哥德仁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哥德衛隊 這個遠防超高的步兵單位 到了帝王時代 遠防可以到死 8加2的遠防傷害 遠防防禦 所以這個哥德衛隊是哥德仁的一個核心單位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西班牙 西班牙的最大特色喔 建築速度非常快速 所以要特別小心這個塔公公 還有這個裝甲塔的一個進攻 那炸的就是西班牙的兵工廠 這個兵工廠裡面的科技喔 是不需要花到黃金的 全部只需要食物喔 就可以搞定了 好 相當的省 那西班牙人最強大的還是他的犀增喔 西班牙的征服者 可以騎馬的火槍單位喔 超級難纏 基本上所有的騎士喔 都是被壓在地上打的 野駱駝也是啊 但是駱駝的話還有可能追得到 砍個幾刀 還是可以克制住了 如果把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克制住在這一個角落裡的話 可能用這個駱駝還是有機會打得贏的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兩邊的一個地圖 西班牙這邊驚慌在前面有點糟糕 但是果子在後面喔 挺舒服的 西班牙這個文明通常喔 前期會打得比較弱一點喔 因為他的工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封建時代工兵不能按太多 因為你按太多的話到城堡時代 你也是... 你也是什麼都不能做 就只是工兵而已 到了這個城堡時代的話 如果你要打遠程單位 最後還是要出西班牙征服者 但是如果要出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必定要挖石頭 那挖石頭本身是一件傷經濟的事情 那你自己如果要... 真的要印出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最好是... 自己的家裡守好 先用戰毛守 然後再趕快開TC喔 去挖石頭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你直接上直城喔 然後挖石頭 這個黑跳城打法打寶兵的做法 很容易被對手封建一波帶走 所以封建時代最好是... 還是打... 這個... 刺猴加這個毛兵喔 做一個搭配比較好 那盡量喔 不要想說全部... 不要不出兵 然後直接28P 直城 28P直城 然後30P... 29P... 29P... 29或30P喔 直接到城堡時代直接下城堡 這個打法之前我有教學過 但是這個打法非常危險喔 我比較建議在團戰使用喔 那團戰用的之前喔 也要跟隊友講 不然這個... 出勢率極高 所以我並不是... 很推薦喔 每個人都這樣子打 雖然是有這種戰術啦 但是這個是蠻看地形的 如果你地形好守的話 就可以這樣打 好 那...看起來... 西班喔 這邊打的是一個... 偏穩健的玩法 這邊是早早上到了封建實彈 19P就上了 非常早 好 那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那...看起來西班的這邊是 會直接下... 軍營 然後... 再來下馬舅 這種時間... 時間點上封建實彈 都是打赤猴的 居多 很少會有這種時間上 然後打工兵喔 偏少 哇...我一講就要打工兵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欸...他挖金耶 那挖金就可能是打工兵了 哇...那讓哥德爾 我可能會... 意想不到喔 因為... 西班的打工兵 開局是... 偏少的 通常都是馬舅 刺猴 然後轉這個... 毛兵 比較居多一點喔 但他這邊挖金的話 已經是先下射箭場了 不是下馬舅 這個是前期的 高手的一個... 經濟配置的一個細節 你看這邊... 哥德爾也是會注意看一下 你有沒有挖金喔 看到挖金 那可能...肯定是租工兵了 就不會出其他奇奇怪怪的 好...那這邊... 上高地直接互打一下 兩邊... 血有點殘 欸... 這邊尻的姨媽 來不及... 哎呀... 西班牙這邊拿到了一個守殺 刺猴拿到了一殺 那這邊工兵繼續下 然後再下這個兵工場 他會要來點一級射了 那這邊已經... 看到對方... 出這個工兵情況下 哥德MBL 也點下... 自己的... 工兵的一個... 哇...這邊更狠... 雙攻... 雙射箭場 好...那雙射箭場的一個好處 就是出兵量很大 但是你要點這個一級射 要稍微等一下喔 因為你可能... 會花太多的這個肉跟黃金喔 好...那目前... MBL這邊有工兵上的數量優勢 去換一下... 可能也不錯 兵下有一級射喔 那西班牙這邊一級射... 可能會比較難點一點 肉量...還是蠻吃緊的 那為什麼肉這麼少 在灑田了 有在灑田了 OK...那待會肉應該... 等一下就起來了 好...這邊... 第一時間過來... 這一村可能會死喔 這邊趕快再跑一下 好...這不跑會有危險 好...那這邊MBL決定喔 把這一坨工兵喔 派出去了 而不是鎖在家裡 他利用少量的工兵去做防守 但是...沒有轉這個... 毛兵出來 是用跟對...對手... 單射動作 但是這已經有點被換到殘血了 好...現在金礦也不能挖 這一波騷擾被...被騷擾到一點東西 這邊再過來...看到... 他怎麼打呢... 但是上面有毛兵 毛兵過來防守 第一時間做一個反擊 西班這邊防守來說比較...到位一點 好...但是MBL在家裡也做一個反打 好...但是... 比較可惜的是Jodan 啊...不是Jodan MBL這邊進來喔 基本上沒騷擾太多東西喔 但是有點拖到這邊村民 好...才已經換了時間了 好...OK 按隻毛兵直接把對手逼了回家 那目前喔...最近看到的哥德爾的一個打法 路線都是打這個工兵路線局的 而不是打刺頭 然後我覺得這有可能是跟他的這個META的關係 因為以前的META都是 哥德爾出騎士喔 不然就是出這個刺頭 喔...為主 那工兵路線是比較少的 但好像近期有人發現 其實...哥德爾 打工兵路線喔 上城堡時代會更舒服一點 雖然他是一個步兵文明喔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會比較喜歡... 封箭打工兵喔 比較有殺傷力嘛 我也不確定 然後... 然後...城堡時代喔 在轉這個騎士喔 這種打法是偏多的 然後帝王在打步兵喔 所以就變成封箭時代工兵 然後城堡時代騎兵 然後帝王時代就步兵喔 但又有城堡時代打奴兵的一個狀況 好...目前我最近的... 最近觀察到的這個高手天梯的生態 大概是這樣子 普遍的哥德爾戰術就是... 那比較少看到城堡時代就開始抱這個哥德爾衛隊喔 好...還是偏少的 雖然有人這樣打 但是通常打一打就出事了 經濟會不夠好 好...然後...這邊工兵在騷擾 哇...這邊裡面的毛兵全部出來 這邊還為死 直接一個毒口 這邊兩邊想要做一個操作 兩邊都不太敢直接上前硬鋼 但是這邊有Jordan的村民 村民直接上拳 要拿出村民去開打了 拳套拿出來 死傷慘重 毛兵這邊看起來好像有點打不太贏 MBL這邊拉了更多的毛兵過來 這邊三隻村民雖然集火掉了一隻毛兵 但是剩下的毛兵數量還是偏多 這邊沒有馬就 打得起來可能會有點痛苦 大家趕快下馬就了嗎 OK...果然有下一個馬就 好...出一隻刺猴的話 好處就是直接把對手逼回家 那這邊MBL可能會意識到對方會出刺猴 可能會待會再按一隻長康兵過來 如果他有意識到這個...這個點的話 但他應該認為 對手應該是要直接上城堡時代 應該不會再蓋一個馬就 好...但是蘇姿馬就已經蓋了 好...這邊還稍微圍一下 稍微讀口 好...這邊第一時間點向城堡時代了 是這個MBL MBL這邊上時間偏早 比Jodan這邊早上了一些時間 好...這邊在控刺猴還沒有點 OK...點下了刺猴 然後城堡時代 差約...差了30秒而已 好像沒有差太多 OK...再把他死一隻 剩下5隻毛兵 那應該只能回家 那個長康兵趕快過來支援一下 OK...那西班牙點下1級農田 待會這個...支援稍微存一下 趕快存一下這個...二級木喔 或二級農的一個支援 或是趕快開TC喔 存一些木頭會比較好 那目前他的這個農田喔 算是偏多的喔 十九片田喔 超級多 那十九片田的話 我覺得可以... 直接下雙馬舊 出騎士也沒問題喔 欸...真的雙馬舊 好... 期盤了雙馬舊 OK...合理 哥德爾這邊一直還在按毛兵 按毛兵會有點危險喔 因為待會騎士一出來 這些毛兵可能就會出事了 好...雖然長康兵也是一直有在按喔 但我覺得MBL這個打法... 挺微妙的 那這個封建時代打毛兵還不是... 公兵 然後這裡黃金700多了 沒有按公兵 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哈哈... 然後待會又叫騎士的話 這裡毛兵按這麼多 可能又會出事耶 他應該也會知道這個道理才對喔 所以自己也按下很多的長康兵喔 到了前線 哇...按了大概六隻喔 好...自己轉出了騎士喔 哥德爾果然城堡就是要打騎士啊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那Judan這邊 到了城堡時代 應該也是打騎士了 那... 應該還會再下個修道院喔 好...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好...這邊稍微...擋一下 所以長康兵可能要送掉了 哇...這邊打得不錯 後面直接偷了一村 這兩隻刺頭立大功 好...這邊城堡時代一上 結果這邊長康兵直接變成重裝長康兵喔 給的壓力非常大 但是這邊會很害怕這個... 毛病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 希望要趕快點一下這個... 戰毛病的升級喔 但戰毛病需要吃木頭喔 這個木頭現在非常緊缺喔 好...修道院果然下了 現在前線這個位置喔 好...那應該還... 因為離TC也蠻近的 好...二級射已經考得西班牙 再來這個毛病 待會邊戰毛 就可以比較能擋得住了 不然現在這個情況... 對... 西班牙來說壓力是很大的 哇...靠...這邊Judan 不是...MBL居然還出衝車啊 哇...打一個巨兇的耶 好...上方蟲蛇在頂 正面...雖然毛病是讓有贏 但長康兵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好...騎士部分...MBL只按兩隻喔 好...並沒有一直繼續按 好...這邊下一隻騎士 稍微換掉 正面TC開的出來 但是正面的壓力還是在 好...出這個投石側喔 擋一下 但出投石側的話 槍兵跟毛兵還有這個衝車都能打 好...但是這邊資源也給不太夠 這邊Judan沒有第一時間想要按嗎 喔...還是按了 OK...按了一台青頭 但MBL也沒有這樣照鏡直接衝進去撞了 選擇稍微回拉一下 可能是想要引誘對方的投車處啊 稍微遠離一下這個投車出身體 好...西班牙這邊可以點一下了神聖思想 好...左邊這邊騎士一直在騷擾 可能第一時間要拉一些僧侶到左邊喔 直接著想騎士比較好 現在MBL兩面進攻 右邊開打 左邊也在打 這邊還出了投車 沒想到西班牙這樣打其實也挺給壓力的 但是家人基本上是空城狀態 一定要把家裡圍死喔 OK...那目前MBL確實有把家裡圍死喔 Judan的騎士到了這邊喔 什麼也做不了 家裡只要出幾隻僧侶 基本上MBL家裡就守得住了 目前其實數量還不多喔 還沒有需要按下修道院的壓力喔 3TC趕快按出來啦 比較重要 3TC出來不會斷村 再殺這個修道院 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Judan這邊直接用青頭 開始去解衝車的動作 衝車只能先往後拉 但是要小心刺猴 刺猴會衝進來 欸...這邊Judan有在看 但MBL也不是傻子 好...也沒有直接想要衝進去 這就是頂尖高手們的 互相博弈阿 好...兩台青頭往右走 應該是想要來拆這個TC喔 或是偷丟村民石頭 欸...直接收撐 好...其實... Judan對我看在眼裡 他也不是傻子 想這樣投到有點困難... 哇...這個高地 很危險...差點換掉阿 哇...要是全部直擊的話 可能就直接全換了 好...這邊Judan投車秀得不錯 哇...換掉了 哇...這個...預判 全部石頭砸中 百分之百 全倒 好...那西班牙這邊經濟壓力其實有點大的 如果現在要很好克制對方的青頭的話 出這個救術思想是不錯的 但是需要黃金喔 所以這邊石頭歪歪我挖不了了 我去挖這個黃金... 哇...剛講完就點了 救術思想馬上點下去了 OK...那...果然喔... 西班牙要這樣子... 抗這個青頭 最好方式還是用這個救術思想 欸...沒有囉...這邊2級農田 還有輪軸技術也點下了 哇...打一個超級偏濃的玩法 而且3級農田... 好吧...3TC眼睛...開始點了 3TC...4TC也補下 而且家裡修道院沒有補 哇... 哇...他比我打得...想像中的還要... 更...更...更濃 我想說他應該下個修道院 結果修道院也不下 把這個木頭拿去開TC TC也是很聰明的 喔...這邊直接收掉很賺 2級色的毛兵還是不錯用的 雖然沒有變戰毛兵喔 但是打生旅已經綽綽有餘了 這邊...毛兵稍微出來 但是這邊西班 Jordan並沒有打算升級為... 戰毛兵的樣子 這邊投一下 畢竟... MBL是哥德 哥德的話...打工兵路線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他可能覺得... 不太需要... 升級到戰毛兵喔 可以把這個資源省下來 好...持有第一時間過來做招翔 但是直接被投車投死 雖然還是有招待他來... 青頭... 欸...青頭但是沒有砸到 哎呀呀...稍微可惜了一點 長槍兵上去褲打 但是這邊都是斗力 哥德這邊都是長槍兵 他的時代比較厲害一點 好...這邊青頭又再次拿到了一個優勢 哇...又招掉了一台 好...這一波...MBL 進攻有點稍微失敗了 Jordan這邊...防守的來說是非常好的 救贖思想... 恩... 還是...給力一點 直接化解掉了這一波進攻 但是MBL也做到他的一個... 意圖了 他的意圖就是... 單純的是要把自己家裡經濟農出來 好...然後...拿下這個經濟優勢之後 帝龍師在爆步兵喔 是MBL最渴望的事情 這確實也讓... Jordan這邊喔...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喔...很晚出來喔 基本上...沒有讓他可以太多挖石頭的時間 那這邊...如果可以出西班牙征服者的時候 然後...MBL也差不多喔...快要上到帝王 那到時候就會比較難打一點了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但西班牙征服者上帝龍師大 還是滿康特步兵喔 雖然攻速很慢 但是... 我覺得還是要出一下吧 畢竟出騎士去跟對方打 還是很容易打出的 因為人家場上兵數量是很多的 你看這戳了幾下就快要殘血了 騎士...這部分...先暫時不要比較好 好...這邊投車一出來直接秀掉一台 可以再換一台嗎 來不及換掉 再發一下... 哇...這邊可能要被秀了嗎 沒有 兩邊稍微拉開一下距離 毛兵這邊回頭打一下 唉呦... MBL這邊反投的打法非常的nice 好...這邊要生女直接招牆 直接低調 不讓對方招 好...那這邊生女直接要走到BK位置 直接找你的建築物了 有救助思想 就可以把你這些建築物全部招走 市值壓...房子...均印喔 全部都可以招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就是這麼的霸道 好...那...MBL 果然這時候已經要到了帝龍時代 點一下化學跟工程去製造所 基本上他只要點一下大學就可以了 因為前面已經有個BK了 好...這邊直接點... 耶...這邊怎麼... 點帝龍時代之前就按手推車 他可能怕忘記喔 先點下去 好...可以可以可以 好...彈道學一點 哇靠...這哥德... 打...還轉戰毛 可能是要來防...吸針喔 呃...果然是看到吸針啦 他這邊吸針肉頭了 難怪要生一下戰毛 好...彈道學 好... 那哥德有三級色的關係喔 其實他的戰毛兵是蠻能用的 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三防也有 所以對於抗這種馬弓啊 或是弓兵路線喔 哥德算是比較有一套的 而且這個哥德衛隊喔 打弓兵跟馬弓喔 傷害也是極高的喔 所以他打弓兵有兩種方式喔 一種就是步兵路線喔 哥德衛隊 帶來的就是這個戰毛兵喔 雖然戰毛兵沒有特殊效果 但三級弓...三級防都有 所以讓這個戰毛兵其實也不算弱 打這個吸針已經是綽綽有益了 你看這吸針被... 被壓著跑 嚇得要死 好 十一半要復著出來 但是哥德這邊經濟非常好 村民樹已經到118村 但Judan這邊也是喔 125村 兩邊經濟...看起來是差不多的感覺 但我覺得哥德應該是會更好的 因為哥德這邊...前期進攻有燒得到一點東西喔 雖然村民樹擊殺並不明顯 只有差個一兩村而已 好 那左邊... 吸針... 數量來到了9隻 城堡也開始慢慢往前推 這邊碾下了5政府狀態 準備要來... 使用... 軍銀喔 來產這個哥德衛隊了 哥德衛隊也是蠻害怕吸針喔 所以這個吸針多重還是要戰毛兵去解決 那... Judan這邊也知道自己吸針的一個弱點 對方我戰毛吸針就不能暢秋 不能暢秋的話自己要轉出這個騎士喔 或者是肉吧 好 果然... 這邊... Judan已經掌握住了... MBL的一個心態喔 戰毛兵果然上前 想用這個... 吸針出來 但殊不知嘉莉已經是一堆青騎兵在等著他了 直接被追著打 戰毛兵直接擺給 好 右邊這邊稍微把這個地方想要搶回來一下 有一些毛兵跟殘毛兵要上前去戳村民 這邊還點下金罐... 緊噴 緊噴科技點下之後 哥德的軍隊喔 軍銀的產量速度會增加100%喔 就是兩倍生產速度喔 好 好 那MBL 還是在轉步兵路線喔 二級攻也在點 戰毛兵過來守一下 好 哥德的軍隊走了出來 還沒有點金瑞 這邊點下金瑞霸權的是西班牙 那如果點下霸權之後西班牙征服者 不是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 村民喔 基本上血量會比較多一點 就比較難...難被騷擾到死喔 哥德這邊可能要打正面比較好 騷擾的路線可能效果並不會非常明顯 好 哥德衛隊 可以擋一下 正面的一個...進攻 這個城堡壓的有點近喔 可能會先處理這個城堡 好 點一下哥德的激烈的升級 遠防10 8加2 血量70滴血 攻擊力14 呃... 待會... 再加3級攻 攻擊會變成16 好 哥德衛隊直接上了硬扛箭矢 要來開打 但後方的西貞傷害其實也是蠻高的 但是這邊看起來並沒有非常痛 還是要集火一隻才可以直接秒掉 沒關係 打帶跑就是西貞拿手好戲 但是哥德衛隊喔 打這個... 西貞 好像傷害也是蠻高的 可能他還是馬公處性的關係喔 好 這邊家裡稍微被騷擾一下 可能要按幾隻長槍兵過來擋比較好 超級攻擊力14 壓力15 還可以 攻擊力14 開一下 準備要來攻擊正面了 這邊要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吸增只要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只要一到兩發齊發打這個狙凝投石機喔 還是可以輕輕鬆鬆拆掉 所以這個吸增 最好是有一些兵在前面擋會比較好 不然這個狙凝投石機會直接擺給 哇這個真的擺給了 這個肯定擺給 狼狼兵應該是來不及手下 應該可以拆掉一台 哇靠我看了什麼 居然沒拆掉 話說的太滿了 好正面哥德衛隊進攻傷害非常高 大概5下就可以砍死一隻哥德衛隊 好不 砍掉一隻吸增 吸增血量75滴他5下就可以砍死一隻欸 傷害真的很高 直接打血量直接爆血 很痛 好上面這邊城堡直接解決掉 那左邊這個城堡可能還是會先架起來 優先處理掉 但左邊這邊西班喔 在左邊左側這邊蓋城堡 又來挖一下左側這個石頭的位置 欸家裡好些輕輕鬆鬆在做騷擾 雖然哥德正面打得還不錯 但是側翼的部分有點被騷擾到 有一些哥德衛隊已經沒有辦法控好 像是要直接往前 好這邊沒有控好直接在砍這個伐木場 是無辜大大哥 好家裡步兵也在守 南哥德人 到了地龍時代有210人口 利用這個死人口的優勢 可以搶更多步兵 再營業了過去 好這時候重力一次到沒有點到三級攻 趕快補下 好但是哥德的資源還是用的蠻極限的 但西班牙這邊也是喔 西班牙的一個 雖然力千奇兵也終於點下了 大洛瑪終於有資源可以升級 西班牙目前被戰毛打得很痛 血量也是掉得非常快速 哇站在這邊打完兩隻之後 沒有再繼續 先優先打西班 正面用哥德衛隊來防守 雙方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冰頭11被拆掉兩台 西班牙上來可能要是硬點巨頭了嗎 哇果然上來硬點 哇這就是我剛剛說的要小心西貞上來硬點了 兩發就可以收掉一台巨頭 這個就是西貞最無恥的地方了 點完就跑 射後不離 真的太過分了 好二級攻一點下 趕快補下三級攻 好 那西班牙這邊還是要轉一些細菸出來擋 哇但左邊這邊 哥德衛隊只個大爆兵 直接走到農田部分 左邊大量的臭民直接逃難 中間趕快蓋下城堡 不然沒有地方可以住手 大片的農民直接被受到騷擾 沒辦法種田 肉量開始拒減 只有30個農民 但是哥德人這邊還有70片農田在正常的運轉 這面上也是個大量的哥德衛隊 這隻往前壓 左邊的地方只有少量的牆壁在守 而且這邊還稍微守不住 因為有點西貞 來做一個防守 好下面城堡都能蓋好 下面也是一片良極 其量的人數已經降至剩138寸 但是防守的速度感覺還是不錯的 這隻聰明樹並沒有下降太誇張了 哇覺得這邊補聰明樹補的也是非常好 雖然聰明也是被吐了一些 但是並沒有下降到非常誇張的程度 哇這邊就能打得很好 他以為他已經要直接被一波帶走了 結果這邊防守之外 家裡出這個西貞蓋城堡 還可以在外面用這個大肉碼 去割的家裡做騷擾 這個屬石有點厲害 好上方這個城堡也又拆除了 目前拆了很多的圍劍 這裡圍劍工程師 拆了很多城堡 這邊西貞又再上來無情 這邊數量不夠多要三發 三到四發嗎 上高地不要傷害 但是後面有各的衛隊在追 所以要小心一下 稍微還是要打帶跑 OK再收掉一台 西貞直接在軍隊跑走 還有一台軍隊跑走機沒有收掉 但是正面的一個 哥德衛隊的傷害還在輸出 那我剛剛思考了一下 確實 Jordan這邊 防守來說也是好的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聰明的血量很多 因為西貞只要點下霸權這個科技之後 聰明的血量 可以到80滴血 攻擊力還有9 近戰防禦還有3 遠防還有4 生存能力更好的一點 所以這邊果然打一個騷擾戰術 對哥德來說並不是太吃香 還是要攻堅正面 然後側翼稍微騷擾一下就可以了 左邊這個位置其實沒有太多資源 可以蓋城堡駐守 這邊MBL還是要打算走一個正面硬剛路線 確實這樣對他來說比較好 好 打兩格的位隊直接到後方 開始來砍秋城堡村民們 歡迎你們直接搭在零頭 但是血量掉的非常慢速 哇 這要砍好多刀啊 哇 你看這個村民好坦啊 正常情況的話這些村民早就已經死光了 好 那這邊犧牲過來再來防守 第一時間先把一些戰毛兵給收掉 讓這個大落馬上去解決更多的戰毛兵 但正面來說步兵還是太多了 哥德這邊肉量已經突破天際 到了快到3000肉的一個數量 哇 哥德位置現在65折的支援的一個加成 實在是太多大大大大大優惠了 這個優惠實在太讚了 帝龍時代65折怎麼出怎麼省 西班牙這邊要對付大量步兵 裸死有點困難 雖然出戰毛兵的話也守不了 因為西班牙要遇到這個對手的哥德位隊 這毛兵是完全毫無招架之力的 一定要出到西鎮才行 但是西班牙這邊要出大量的西鎮又有點困難 城堡一直被拆 人出西鎮只剩兩個城堡 那基本上只能靠大量落馬去擋 但是西班牙的農田其實也是被騷擾到了一些 蠻重要的地方 像正面這個幾塊區域 農田 沒有辦法好好的運轉 農田量一直有點偏少 只是幾個而已 本身要出西鎮又要出大落馬 這個落量肯定是不夠的 哇 結果最糟糕的是 自己的修道院的聖物還噴了出來 這邊直接原地蓋修道院 要來搶下這個聖物的黃金了 那右側這塊野精的部分也被割著拿下來 但是沒有城堡可以住手 這邊村民肯定還是要小心一點 大量的疾病在抖路過來 目前割到你的黃金數還有700多 起碼剩下600 而且要經濟斷劑的狀況了 左邊這邊想要來挖野精 但是有一些疾病過來防守 好 左邊看起來 是比較有機會能打到東西的 好 起碼剩下 堅守住在這個TC下 其實效果還不錯 好 第二部攻勢邀過來 大量哥德威隊跟疾病 哇 這收割的還點下三級農 三級木還有化學 最農的時代來了 一用時代就是要點三級木三級農 不然幹嘛 都已經打這麼大後期了 這個肯定點下去會更好 好 正面打兩個的威隊上來硬打 拖一下拖一下 各的威隊走過來 看到了這個情況 怎麼打呢 全部倒光 只能撤退 西班牙正負者 打得非常痛苦 右邊的村民雖然被騷擾 但是由於霸群的科技關係 村民出路降的速度非常慢速 實在太能擋了 幾兵錯一下 血量也不多 好 但是正面的TC依舊沒有拿下 後面的巨頭司機可能要再趕快往前 但是三個生物也拿下來了 好 只拿了一個生物 只剩三個 好 但是西班牙的主金 結果也沒挖完 還剩兩戳黃金 大約好一千多黃金 直接被騷擾 或者就是開局地圖的一個問題 然後那個金在前面 真的是很傷啊 而是打到大後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主金的位置 開局來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是西帝國的RNG RNG一副好 你有時候戰術夠好 或是康和對手 也不一定拿得下 其實MBL這邊 割的戰術打得很好 直到這邊是主金的位置 一直往這邊狂攻 而且右邊好一塊附金 所以他這邊應該是有想過 看到一下對方支援配置 所以他決定要這樣打 這樣可能是更偏高一點的 哇 這邊暗都燒蛋什麼意思 這邊在B&B&這個JOTAN嗎 好 這邊大量的臭命不會 當肉侖過來擋一下 後面西班牙全部都在輸出 但是這面的臭命其實還是擋不太住 大量的哥德威隊跟疾病 還有戰毛病的一個輸出 劇情投司機已經開始在拆城堡了 城堡血量也開始慢慢往下掉 後面的臭命有在修理 但是頭數其實不多 只剩下300而已 這邊大洛曼想要過來拆一下 劇情投司機 但是已經受不了 打出了聚局 哇 這邊直接被突兀了 大量的臭命直接被践踏了過去 把他十二村沒了 哇 沒想到哥德這個戰術打得挺猛的 他這個 前期的這個工程器加深履戰 前面投車這樣投一投騷擾 確實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然後加一隊我圍死 這個戰術感覺給哥德人打好像不一定 就是一定要防守反擊 對方打這個戰術的時候 如果對方沒有打 而且對方也是這種需要打寶兵才能打的情況下 好像主動一點確實是不錯的 確實有戳到對手一點經濟 那西班牙這邊經濟黃金 一直沒辦法挖完整 自然也沒有遊俠 沒有遊俠的話 打這個步兵來說也是難打一點 而且對手還有這個級兵 基本上要出大量吸陣跟大肉麻 才有可能擋得住 但是如果沒有遊俠的話 又很難去重創對手家裡的經濟狀況 這就顯得很困難 背景西班牙這部者到了地後之後 攻擊速度是他的一個上限的一個問題 攻速太慢了 沒有辦法當成一個主力使用 當成復隊去騷擾可能還OK 當主力的話還是要拿遊俠出來打 才是西班牙的一個核心玩法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覺得西班牙其實這邊經濟很好 請不要看他這樣子 其實他經濟超好的 西班牙這邊手挖超多 然後食物有4萬 其實夠多了 你看哥德爾吃肉吃這麼兇的也才4萬5 雖然木頭只贏了整整塊1萬 但西班牙這邊是40勝5 黃金也是補了一些 感覺上兩邊都是經濟狀況不錯 但NBL這邊是策略上的一個結果 達到了一個完美的勝利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個喜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也幫我按下訂閱 還有更多實際的影片等等你來看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